三藩市日落區 8名市參選候選人 與台邊論針鋒相對 10月16日星期二晚 8名日落區市參選候選人 齊聚Lorton小學參與候選人論壇 一個是選舉前第二次他們有機會同台邊論 尤其分歧較大的議題 舉聞反應都很直接 在大麻店的議題上 候選人譚達倫Arthur Tom 表示現在大麻已經是加州合法 不過大麻店選址在哪裡 據聞都互相推託 除了大麻問題 如何解決房屋供應的問題 亦都是各候選人意見最分裂的話題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每名候選人 要確定自己對於第10號提案的立場 何忠玲著士卡很認為 現在業主和租客的關係緊張 導致很多業主很怕將物業出租 令房屋短缺雪上加霜 她提出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 增加更多人產單位 馬少明 認為除了欣申單位 好負擔房屋 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她說自己兩個女兒就在這間小學讀書 自己和妻子落辦之後 還要照顧女兒 所以她覺得 佛後托管項目 可以幫助到很多年輕的家長 不過論壇上 亦有很多針鋒相對的時刻 對於其他候選人的質疑 何忠玲就回應 該區已經12年沒有出現過 沒有參與爭取連任的選舉 因此很多居民認為 需要更多機會去了解每名候選人 天下維持記者 蘭麗娜報道